张总 给你说两句 小姐们 我就说一句 这次我张子浩来咱们后市高村 不是给大家添堵 我是给大家送温暖来的 好 国民老公 张老公 爱你爱你爱你 张子浩 爱你爱你 接下来进行剪彩环节 要剪彩了 要剪彩了 孙叔姐 来 不不不 你们来 你们来 来 你们来 那嫂子 嫂子 嫂子 你来 你来 我 对对 你是经理吧 你去啊 来 三 二 一 好 别老拍我 你开 开他们 开他们 好的 领导 五十万 支票 快 五十万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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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李嘉安和刘海棠 那个乐的劲儿 腿包快裂了 啊 你再看新租租租 连台都没得上 这什么情况啊 我觉察了吧 这这块看着命迹 有命迹 好 好 好 张子浩先生 您花五十万 每走厚实沟村积压的 全部煎饼 其实在常人看来呢 很难理解 您是怎么想的 我相信呢 有很多人都会 来来来 你们 质疑这件事情 说我张子浩在作秀 因为五十万呢 对于张子浩来讲 不算什么 他只不过是在 拨眼球而已 但是呢 在这里 我想要告诉大家 我之所以这一次 我要挹注 后世沟村的人 完全是出于 我和后世沟村 不打互相识的缘 上一次的农药蔬菜事件 我是受害者 但是我看到了乡亲们 他们非常真诚地道歉 他们的诚恳的态 让我非常地感动 所以这一次 我也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帮助他们 想要在他们 最困难的时候 施以援手 那这些煎饼 您打算怎么处理呢 怎么处理 到现在我还没想好 但是我相信 会有一个妥善的 处理办法 总之就是一句话 我把煎饼带走 把温暖留给你们 喂 小泥 喂 亮子 你问一下张总这个 煎饼晕倒脑 好 稍等一下 张总 小泥问那些煎饼怎么处理啊 什么意思 送 送哪儿啊 我怎么知道 你问我 我问谁啊 不是你们时间没想好吗 只能放回公司了 三车的煎饼 把煎饼从卡车里搬出来 你放到公司里 然后呢 公司员工呢 都在卡车里待着 那怎么办 就那个开养炉厂的 叫什么来着 一直想让咱投资来着 三连肉业的李雷 没错 你这样 你让小泥啊 把这三车煎饼 全都拉到养炉厂去 正好给那小子 送一个顺水人签 好 你让他给他 喂 雨浪姐 你现在还在跟着张子浩 托见面的卡车吗 对啊 我跟着呢 对了 姐 你说 这个张子浩买见面的 仪式都办完了 那你说我跟着这卡车 还有什么作用 一条新闻总得有始有终吧 好 那姐 我继续跟着啊 浩主快点啊 往里抓 往里抓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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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快点 快点 你还跟着吗 对对 我一直跟着呢 我还是呢 你猜 他有把见面送下去了 哪儿啊 这个张宝 把见面送到了三连养猪场 喂猪啊 养猪场 你说要养猪场吗 你把素材拍完整 我回第二台等你 我回来了 刚刚路边停的小时 怎么那么熟悉呢 白天店的台区村里的村 威蓝 我跟咱一路 那你怎么不早说 好 爹 您说是不是应该 给他起个名字呀 好啊 应该有个名字 董事长 亮子 豫竹厚石沟村的 鲜饼爷这件事 办得不错 谢谢董事长 那个 我跟张总 说点急事啊 您看 哪儿的技术啊 好像是 越兰的那个摄像 拍就拍了吧 有什么的呀 您把给人吃的鲜饼 喂了猪 您让老百姓怎么想 我为什么要喂猪啊 本身这个鲜饼就很难吃 它人不吃啊 所以我让猪吃 这 没什么呀 可老百姓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行吧 行吧 待会儿 你要不要 真可疑 那这样 你怎么进来的 你们那个张主编 给我带进来了 我跟他挺熟的 有点夜不上的忙 你坐呀 后来你跟谁都有业务网了 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关机了 什么事 说吧 那个 你们同时拍的 是的 你在整理呢 对啊 辛苦啊 整理完了就别播了 行不行 那我整理干吗呀 那你就别整理了 那我拍他干吗呢 是是是 那你就 就当帮个忙吧 别播了 张子昊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后食沟村 农药蔬菜的事情上 我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 去报道的 煎饼的事情 是你让我报道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报道完整 是 我是让你报道煎饼这个事 但是我没有让你报道 我怎么处理煎饼这个事啊 如果你报道了 你想想 整个益柱后食沟村煎饼液 这整个行为 这个形象 就全完了 全毁了 煎饼喂猪 这件事情是已经客观存在的 它是一个事实 我觉得它很符合你的 行事作风和整体形象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月兰 你想想 现在这个社会 网络暴力有多严重 你不是不知道 你这个东西一报上去以后 那全社会的人 他怎么想的 你控制不了啊 对不对 公众很有可能就认为 我张子豪 做事情 不负责任 敷衍了事 顾名钓鱼 那我这公众形象也会丢分哪 你怕丢分 你早想好啊 我早想好了 不 这 这 这 我 我是没太想好啊 其实我是想好了 你看啊 如果你换作是我 这个监饼在你手里 你怎么处理 反正我不会拿它去喂猪 是 是 是 好好好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 那个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呢不是 投了一千万给你们栏目组 做广告费吗 你看能不能 在这个基础上 再附加一个小小的条件 就是你把这个视频你交给我 好不好 一千万 买视频 你是 你可以这么理解 张子豪 你要是不跟我说 这件事情呢 也许我会好好地考虑考虑 但你现在既然说了 没可能 为什么呢 诶 月蓝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这个要求过分吗 一千万呀 那这一千万 你是不是不要了 对 这月蓝白跟你同学异常啊 关键时刻什么忙都不帮 说什么呢 我觉得人月蓝做得挺对的 这下暂麻烦个大务 得马上做危机公关 我知道 要不你给孙光明打个电话吧 我为什么要找他呀 他不是差点跟月蓝结婚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他比你更了解月蓝 知道月蓝的软肋 你劝不动他能劝 这么多